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Kenny 這段影片會和大家討論一下 我在3月16日 就是我上班的最後一天 接著就開始退休的生活 到今天就是 2024年3月30日 今天是星期六 現在是復活自己假期 我的生活 每天就是 夜晚就是打機打到凌晨2、3時 才睡覺 睡到早上10時 11時起床 可以說 精神都是非常差 因為每晚都是非常夜睡 只顧著打機 最近主要打的遊戲就是 有巔峰極速和傳說對決這兩個 然後早上起床 看看那天有沒有什麼特別事要搞 有沒有活動 有沒有人約我 接著呢 沒有人約 就 狠狠狠自己在這裡打遊戲 又是 招數也是打遊戲 開過電腦 上網 看看Youtube片 不過Keyboard 就壞 所以就 做不到打遊戲直播 給大家看 如果有人約的話 就好像前天一樣 有一個 有男粉絲 就 好好好心 就 訂了一間放題店 尖沙咀的那間電提器屋 和我吃了這個午市放題 三個小時 日式放題 都幾開心 多久沒有吃過放題 或者是 那個什麼鬼 或者是其他粉絲 有時都約我去 晚市打火鍋 跟我一樣的粉絲 都是一樣 冒業遊文的 又或者 就是 同一條女兒去街 有時 昨天就是她下班 下班就是 逛逛沙咀街 究竟很多人擔心 我什麼時候會找工作 這件事 我就可以說 是 後會有期 或者是 後會無期 我已經是 口殘都想不到 什麼詞 指日可待 因為 我的理想工作 下一份工作 是 兩萬多元以上 要每星期回五天 可能是 難找些 因為 我不是沒有看過工的 我看過工之後 要找到兩萬多元 九成九 都要回六天 所以呢 我對於找到理想工作 這件事 我想都幾難才找到理想工作 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這個裝扮 這一頂 Supreme 是我人生中 第一個 正版Supreme 來的 因為機緣巧合 所以 是 莫得的 所以 很感謝我的粉絲 令我有機會 拿到這個Supreme 帽子 所以我以後 可能拍片都會 帶這頂 或者出街以後都帶這頂 因為Supreme 應該是一個名牌 可能是花幾千元才拿到的 不過這個 只需要幾百元 並不是什麼貴價貨色 所以 都可以令我提升到很低的自信心 為何我會拍這段影片呢 其實 就是想學琳瑪車風格 只是對著鏡頭 在這裡自己救出 因為 在我現在這一刻 人生都是失去的方向 早上起床 沒有刷牙 只是用清水 拿牙口 所以 最近的牙齒 可能差了很多 可能沒多久之後 又要去洗牙 因為覺得刷牙很麻煩 所以我也不刷牙 因為 我覺得 其實 上班的日子 個人是很規律的 每天都需要定時起床 定時吃飯 定時放工 定時休息 不過 我可能因為 都是受到沉迷打機影響 顛峰極速這個遊戲 是上年 大約年尾左右出的 我就差不多 已經是 應該玩了半年 左右 所以 我覺得 最近在打機影響 對我的人生 都是很大影響 因為 我打機 就會出現一個網絡成癮的問題 令我 不可以正常地控制自己的生活 控制不到遊戲時間 和休息時間 所以 當我沉迷打機影響 我都是很晚才睡覺 因為 我是 出現後 回到家 就在打機 可能看影片 這樣 刷一下短視頻 刷一下IG的Story 然後 又打機 所以 每晚都很晚才睡覺 所以 我覺得 退休對我來說 並不能 令我的生活 挑戰 一個 良好的狀態 大家 可能認識我的朋友 都知道 有看開我 都覺得我 幸運 反而好像大過之前 而且 我都感覺到皮膚 都差不多 那麼差 好 所以 在接下來的生活 我都 其實 有想過 退出 玩手遊 這個 巔峰逆速 以及 傳說對決 不過 很開心 是 解不掉的 都是要繼續玩 因為 不玩又好像 很無聊 很悶 但是玩了 又會 控制不到自己 玩得太晚才睡覺 找工作方面 暫時各自 先 因為 可能 未玩夠 因為 我覺得 未真正 很有放誤的感覺 因為 沒有去 其他國家旅行 例如 日本台灣都沒有去 葉子韜最近 去了台灣旅行 都很羨慕他 我也知道 他的工作 平時都頗辛苦 因為 他是 做冷氣師傅 他 年紀還小 我 就已經開始 供樓 所以 他是一個 很有用的人 最近 葉子 見到 他 一向 朋友都幾多 他今天 去了吃 樂福 吃那間 日本拉麵 本身 我都 打算跟他去 因為 我起了身後 都沒有吃東西 挺餓 不過 最後還是沒有去 因為那間拉麵店 我之前都吃過一次 而且他是約了朋友 而不是 打算跟我們 百卡聯盟 其他兄弟一起吃 所以我就沒有去到 所以 我就是 自己一個人 傻傻傻 坐在家裡 在那裡 睡覺 玩貓 很多人 其實都是 抱持一個 反對 反對我養貓 因為 可能 他們的 恨傻傻 覺得我的 金錢 或者 家裡的情況 都是 沒有那麼好 不適合 貓的生活 支持不到 貓 不過 其實 貓是 可以 很粗養 也可以的 動物 只是需要 滿足 他 有 食物 有水 還有有 糞便可以 而且 很多 大部分 不是獸醫的人 都說 我的貓是病 不過 牠是沒有病 只是拍攝的狀態 可能 上鏡的情況 不太理想 所以 很多 恨人都覺得 牠是有病的 但是 牠是非常健康的 不過 我 全天都在家裡玩貓 不過 都已經玩到 非常危險了 所以 我才會 有想著 養多一隻貓的想法 因為 此生 貓的玩法 並不是非常多 就有 摸牠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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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拍牠的指揮 這三個玩法 或者抱著牠的玩法 其實 都 非常無聊 我覺得 這條片 講了十分鐘 這條片到此為止 下條片再見 好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的 其實 不可以 生活最大的煩惱 就是 想吃什麼 因為 有個粉絲 就是 送了很多火雞麵給我的 不過 我就 都 火雞麵 每餐都吃火雞麵 大家都看到 我經常都吃火雞麵 其實都是吃鹽的 而且 沒有其他配料 我媽媽 很少買肉回家 我覺得 比起我之前上班 我上班的時候 我上班的時候 都會去白街買那些肉 買那些減介的肉 雞扒 之類的 但是 現在 沒有上班 就 少機會出門 少機會去白街買東西 所以 導致我的蛋白質吸收 可能是差過上班之前的 所以 如果 大家 如果 想支持我 都可以 送些食物給我的 最好 送多些肉給我吃 這樣 或者 多些 讓我出街玩 讓我吃飯都好 因為 自己一個 在家裡都挺悶的 好 這條片到此為止 喜歡就記得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這條片 下條片再見 拜拜 by Kenny Coles